做任何事我们都要尽本分 结果看缘分 必须要懂得感恩知足 六祖慧能大师听五祖讲述金刚金时 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豁然大悟归一佛门 这句话就是教导众生要放下执着 提起慈悲心和菩提心 这都是缘分 我的笔号叫做高雄秀金刚 那么这个金刚呢 其实也来自于宗教 那六祖其实他主要会得一波 五祖的一波 主要是因为金刚基金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也就是说你其实很多东西 不要被世间的很多的执着 那把你困住了 那你应该是没有执着 才能够发挥你的本心 不管是向上还是向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其实世间书都会把你扑着 那原则上就是说 你就是做事尽本分结果看缘分 你能够做的就尽量去做 不然做的就体力 那你就是尽量去做善 尽量去帮助别人 尽量是向善向上 我相信你的人生就会知足感恩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有更多的知足感恩 这个社会才会更好 所以我就用金刚经的这句话就是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来勉励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那也谢谢我们十方法界 能够也这样子一个对于宗教的一个传播 能够这么用心 能够这么协助 也希望说我们跟我们电视台 跟我们协会 跟我们所有的希望社会更和谐 更幸福的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来努力 立法委员徐智杰表示 众生常被日常的烦恼给困住 他建议大家做事尽本分 结果看缘分 在人生的过程中常常知足感恩 这样烦恼就可以减少 他同时赞扬十方法界红法卫星电视台 对于宣扬佛法不遗余力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 高雄采访报道